张小凡一招嘎了洗钱团伙的西瓜 洗钱头子被吓到给自己夹刑 紧接上集 张小凡带领黑粉团打赢洗钱团伙后 狗系统告诉他被利用了 张小凡瞬间就不能忍了 直接杀到洗钱团伙的老挝 说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把我当成大冤种 快说 哎呀卧槽 你礼貌吗 上来就拿板砖砸我 兄弟们辛苦洗钱两年半了 眼看就能拿钱回家娶老婆了 但没想到最后一票遇到了个头铁的 还把杀雕剧的人带来了 我们不能任命兄弟们两家伙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我劝你们不要这么做 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杀雕法的禁区 放下手中的武器跪在地上唱征服 待会我给你们判清点 我劝你们少管闲事 给你们两秒半的时间 速速离去 不然突突了你们 年轻人啊脾气真大 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赶紧投了吧 不然会死人的 张小凡话音落地 直接拿出屠龙笔 一个很少 一片西瓜落地 其实这个洗钱头子吓得跪在地上 双腿间流出了神秘液体 大哥 凡哥 我错了 我不该骗你 不该利用你刷钱 更不该把你当成大傻雕 我错了 您不要干我西瓜 傻雕局的叔叔们 救我 快救我 我不想死 张先生 这个留下吧 让我们带回去 严刑逼供 背后不知道还有多黑的产业链 我们必须给它挖出来 得伤伤业绩了 对对对 我还干过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赶紧把我带到傻雕小黑屋 我都交代 只要再也不让我见到张小凡就行 雇主 闻判还是武判 放死了判 得嘞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如实回答 您快问 这几年洗了多少钱了 250个亿了 好 洗钱团伙头子听法 听着呢 听着呢 您快判 你的罪行有 1.洗钱 2.私藏武器 3.忽悠我的宿主 根据沙雕法第四第五第六条 在你饮食上 盼你每天早上 吃250个老八秘制小汉 中午吃250根酒转大肠 晚上吃250个魔鬼胶 如果吃不完 直接枪毙 在你的工作上 盼你每天早上 给250个养老院的老人洗袜子 中午去撒哈拉沙漠 种树250颗 必须存活 如果白天把工作都做完 那么晚上奖励你 250公里的夜跑 锻炼锻炼身体 如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 直接枪毙 最后 恭喜你 洗蹄沙雕小黑屋 250年的居住权 当洗钱头子听到 要进沙雕小黑屋 250年的时候 顿时就不开心了 直接甩出一句话 张律师 我觉得你判的时间不对 那个沙雕法我都赌了 不下250遍 就我犯的这些罪行 在沙雕小黑屋里 最起码得500年起步 嗯 你确定要我这么判 对 你快点改判吧 你要专业点 洗钱头子之所以要加时间 是因为他刚才看到了 张小凡的实力 他害怕 害怕张小凡 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让自己生不如死 至于张大伟 指定的那些惩罚 觉得自己努努力 使劲 还是可以完成的 好 那最后就恭喜你 洗提沙雕小黑屋 一千年居住权 还请沙雕局监督实施 快快快 沙雕局的 墨迹啥呢 快带我走啊 我还有好多黑料没说呢 回去给你们充业计 随着 洗钱头子就被带去享受惩罚去了 张小凡回到宿舍后 刚进落第一的直播间 就听到天籁般的嗓音 张小凡二话没说 直接一场红包鱼 在直播间吓了起来 小凡给我歪你 在这个直播间牵你很薄 比我半斤真底斗 我决定了以后将你烦吧 不瞒各位 我强小凡哥发的红包 已经够我去五个老婆了 我瞅 这么好的着笔几会 又被逐渣接住鞋等了 那你也可以发红包啊 现在这梗的发 已经没那个味道了 什么味道 大海的味道吗 我怀疑你们在开启 直到我假如黑风团后 我现在就只能耍即使歪票 这样的话 我还这么白假 照着都就不假如了 我可么就该跟小凡哥对着该 少年啊 我劝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怕你还没等到 你滴滴继承家产钱 你们家地就没了